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站 在这要代表节目组的所有工作人员给大家拜一个晚年 祝大家扬年身体健康和家团圆 我们的节目是由休闲旅游领导者图牛旅游网特约播出的 休闲旅游找图牛下载图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特别赞助 在这里要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天天圈用户特权升级 爱宝粉丝下载使用天天圈提问 就有机会在爱情保卫站节目中得到导师的现场解答 使用微信摇电视功能参与实时互动 并分享至朋友圈就有机会获得实物大奖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情感作家苏勤苏老师 欢迎苏老师 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于济静 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大家非常熟悉并且喜爱的演员王丽云 王老师 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 我们俩在一起一年多快两年了 他一直也对我挺好的 我们俩也谈到了结婚的事情 但是他最近突然跟我说不能结了 也不是说不结婚 只是我公司有一些别的安排 我想把握这次机会 所以不能马上跟他结婚 我觉得他肯定是在外面有别人了 这一切都是借口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 他就是这么的强势 他说什么我都必须得听 但是这次我不可能听他的了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就只能分出来 在这段交错的采访当中 我们听到了两个重要的信息 一个是男生 他说有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是指什么 让他放弃结婚 第二他提到了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女生一直都是非常强势的 这两点对他们俩的情感 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沁 24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工程师女嘉宾小罗 25岁同样来自湖南 是一名客服接待 来有请有请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我愿意 在小片当中提到了 现在有一个机会 所以不想结婚 这个机会指的是什么机会 因为我是从事店里安装这块的 然后我公司有个机会 就是安排我出国去学习技术 多久啊 大概是两到三年的样子 我觉得你根本就把工作看得比我重要 现在到结婚的节骨眼上 你说不结就不结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眼里啊 我们今年五一准备要结婚的 他突然说不结就不结 我的家人朋友同事都知道 我今年五一要结婚了 他这么一说我面子往哪搁啊 他出国之前不办事 把这领了行不行 我觉得不行 因为我现在发现他性格越来越强势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冷静一下 他怎么强势啊 我们举几个例子吧 冬天 我穿个毛衣很正常嘛 冬天 他应该叫我穿个衬衫 他说这样穿毛衣 这样肿起来像个胖子一样的 身材 身材就这样显得不好 本来就瞅 我要你穿衬衫怎么了 我说我这么大的人了 我穿个什么样的衣服 我自己不知道吗 你总是管得太宽了 还下电吃个冰棍 吃什么味道的他都要管 这个事我必须得跟你们澄清 因为我并不是 因为他吃水果 我也容易拉肚子 他这人他感冒了 不还是我得招呼他吗 我这都不都是为他好吗 他吃个内奶油味的 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我不都是为了他好吗 行 这是你好意思拿到台上说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对对对 说点大的 小的不说了 我们是公司卡 然后每个月把公司 打到公司卡里面买 然后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他就把我的公司卡拿过去 你就给啊 那个时候我 我不知道他怎么帮我管钱 你这个是你的说明白 是我抢你的公司卡吗 是你自己理财能力不行 他跟同事一起 朋友一起出去吃饭 哪次不都是他花钱啊 你这你这不花钱 你这我们 我也没有意见 但是我这么大一个人呢 我身上总得留点钱吧 你需要花什么钱 上一段 你家里面有点哪样不是我买的 早一段时间 我公司一个同事 然后他结婚嘛 我说随200块钱 分子钱 我觉得这很正常 我回家跟他拿200块钱 他都不给 他那同事根本就没有必要 随着分子钱 他跟他同事平常一点交集都没有 一结婚就叫他 我觉得这太过分了 同事朋友 还有兄弟那么多 各个结婚多 要随分子钱 那我们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呀 我的朋友 你总是管那么多行不行 你家庭条件又不好 然后你工资又不高 我的朋友 你总是管那么多干嘛 不是你最后给了没给 我最后跟人家借了200块钱给的 你说这次搞得我多丢你 后来那200块钱怎么还的 慢慢存呢 说起来我也不好意思 慢慢存 挤菜金呢 哎呀 事实是这样吗 你少抽点烟 这钱不就出来了吗 平常叫你少抽烟 你怎么不少抽啊 你说我太强势了 我说什么 你听什么了吗 那天他搬家嘛 叫我8点钟去他家 我就怕等一下迟到了 他又骂我 然后我就6点钟就起来了 但是运气也是不好 前面又是发生车祸 然后堵车嘛 我打了个电话跟他说 我说路上发生车祸 我有点堵车 我肯定要晚一点的 我前天晚上我就叫了你 8点钟之前到我家 你后来10点钟到的 你吃了两个小时 你不知道啊 我6点钟就起来了 堵车我有什么办法 我不管你10点钟起来 你答应我8点钟之前到 就必须得8点钟之前到 后来到了那里以后 我就帮他搬家嘛 那么多东西 我一个人搬 搬了一天 水都没有一杯 你一个人搬啊 我一个人搬也就算了 他还一直在旁边猛地骂我 他迟到了两个小时 还不准我骂你了 你等我两个小时 你受得了吗 他一直在骂我嘛 然后我就不理他 看我不理他 就开始砸东西 砸谁的东西 相框 然后一些花瓶 可能都是他买的 那你就让他使劲 砸我自己的东西 关你什么事啊 他买的 但是我的工作卡 在你那里了 你那工资卡 够养活我们俩什么呀 你就那点工资 你们家家金又不好 工资又不高 你说除了我愿意跟你 你还有谁个女的愿意跟着你啊 你不要老师拿我家金不好 来压我行不行 我知道你家金好 他总是觉得跟我在一起 就像对我的一种恩赐一样 我有这样子吗 老师要我像公主一样的 他生气就要我哄他 他一不开心就要我赔 你有没有我想过呢 我们两个在一起 然后一年多以后 他家就买了一辆车嘛 然后我们就两个一起 还那个贷款嘛 每个月按揭那种 有一次我也是比较忙 晚上11点多的样子 我才回来 回来后我就觉得 反正还有两三天 才到还款日嘛 我想晚一天应该没什么事 然后我就想睡觉了嘛 累了 他就拿个凉水啊 把我泼起来 他说你今天怎么 还不去还款啊 我是那天叫你去 还那车贷吗 我今天五天 我就跟你说了好不好 你到月底的最后一天 你再给我还上 那那段时间我比较忙 你是不是把我的话 到耳边疯了 我说 我还不够听你的 你回来为什么不搭理我 不拿凉水泼你行吗 我叫你起来 你就不起来 你一直就这么对他呀 他一直就是这么强势 他一直就是这么强势 我就这性格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你刚开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不就说喜欢我这样子吗 你说过吗 刚开始的时候 交往的时候 他表现出来 就是那种很可爱啊 一点都不强势 但是接触久了 就越来越发现到强势 什么都要管 什么都管得死死的 而且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这样的人间面语 我自己也佩服我自己的 所以现在 所以现在我真的 我觉得有点 如果没这个出国的机会的话 你还想推迟婚期吗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冷静一下 我觉得你就是在找变客 因为我们 你肯定在外面有人了 不然怎么说不结就不结呢 你不要老是胡思乱想 行不行 他前面几个男友 也都是劈腿嘛 现在又这样讲我 你别提那以前的事情 行不行啊 行 我不提 那个时候我们也 也谈了这么久 然后就 也聊了一下结婚的事情嘛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看了一下 什么酒店啊 婚庆公司啊 请哪些人啊 通通都是他说了算 你这人不说话 不是不想保证吗 我像个木偶一样 什么都听他的 你刚刚还说你工作忙呢 你刚刚还说你工作忙呢 结婚这事要费多大神 你不知道啊 我这么费心 我不是都是为了打点好吗 我是新郎啊 他这里一辈子就结这一次婚 我这么尽心尽力的 我有过吗 我也就这一次啊 要说我结婚的话 我是新郎 我连穿个衣服他都要管 你那眼光什么样啊 这个 双方父母都应该见过了 见过 提起父母 那段时间 我母亲刚好到 从乡下 到这里来看我们嘛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想着 我母亲也难得来一趟 就带他去个好点的饭馆 吃顿饭 他就说团购 到那个饭店的时候 是星期六 那个团购店不能用 他就不高兴了 为什么星期六团购店 就不能用啊 冲着那个工作人员 就一动吼 明明是你的原因嘛 星期六团购店不能用 我当时我就没看 你又跟人家去争什么 我母亲上去拉他 我团购我就去看什么 星期六星天不能用啊 我怎么知道呀 我母亲上去拉他 但是工作人员太不好 他把我母亲手一甩 还冲着我妈瞎嚷嚷 你说这是不是有点 太不懂事了 我当时我一敌呀 我人一敌的话 他什么事有点 都做得出来 我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啊 你当时让我妈多难堪 你知道没有 把我妈送回去以后 然后我就回来 我肯定要讲他一下嘛 又是一顿骂 把我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 你说的太过分了 骂没骂 我有骂你祖宗十八代吗 我连你姥姥 还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呢 再说了 我刚刚说了 我脑子一热 我记不起来了 你不要当真行不行 你说你就 我今天 我问你 我问你别问他 我们俩来对对话 这婚不结行不行 不行 我明白了 那就是 人家现在想逃婚呗 你又想把人追回来呗 地位就发生了翻转呗 我觉得他不是想逃婚 我觉得他就是在外面有人了 有人了可以吗 你老是胡思了 不不不 你就承认有人了 看他怎么对付 有没有人 说 没有 有了 有没有人 有了 有没有人 有了 不是开玩笑的 你说你说你到底有没有人 没有 开玩笑的 不是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你看看 看见没有 你看到没有 我真没想到的 不是开玩笑的 开玩笑 我就是 不是 我都有点受不了了 不是 我回去 开玩笑的 真没人吧 真没有 真没有 我出汗了 我出汗了 是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说小伙子赶紧出国吧 快去逃命吧 我听过一个这个说法 就是我特想吃一苹果 我就跟你说 哎呦我好想吃苹果啊 然后你给了我一橘子 你说看我多爱你 其实你的爱就是这样 你男朋友想要的是什么 你根本就没有去想过 而且你也不关心 你觉得你想要的一切 都是没有道理的 都是特别土的 没品味的 你就跟我在一起 还像一个有品味的 有档次的男人的样 我就特别想问啊 你在你眼里 这个男人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 你还跟他在一块干什么 我觉得他挺 刚开始对我挺好的 他也挺喜欢我的 刚开始他不也说了吗 他喜欢我这样 现在怎么说变就变呢 不是你一开始 跟他交往就这样吗 上去就掐脖子 拽力了 他温柔得很 刚开始他很温柔的 我们以前老说 这男人骗到女人之后 就开始原形毕露了 女人骗到男人也原形毕露了 也一样 我觉得其实这姑娘 其实你现在陷入你自己的 一个矛盾状态 刚才他说你是 这个有点公主病啊 我其实不赞同 我觉得他是一个伤员 他前面谈了三段恋爱 三个男朋友都劈腿了 我不知道他劈腿的原因 他怀疑是劈腿 怀疑是劈腿 真的劈腿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他们劈腿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就是劈腿了 就是劈腿了 三个男朋友都犯同样的一个错误 然后你第四段恋爱 还是怀疑说 这男孩想出国 就是因为他劈腿了 姑娘 刚才你的所有的种种表现 我都觉得一个男人站你身边特别有压力 你用那种说话的语气 会让我们觉得我离你远点我才安全 因为我家里吧 我从小父母就没在管我 我一个人就很小独立 就特别喜欢管人 可能这也是我落下的毛病 但是我真的非常爱他 我不能够没有他 所以这个 我真的很想跟他结婚 其实你说这段 我内心挺有感触的 为什么我说你是伤员呢 你是把前三段的伤痕 和别人对你的伤害 统统回馈到他身上 其实姑娘有没有想想自己 如果一个男人在你身边 他能够得到面子 他也能得到礼子 他为什么要劈腿呢 你这个姑娘看起来很要强 但是我相信你内心有一块 特别特别柔软的东西 是不是你觉得内心当中 太缺乏安全感 可是为什么要在这 结婚这档口 突然说不结的呢 那你就要找找原因了 小伙子咱 咱说一个实在话 如果现在没有出过这机会 你想跟他结婚吗 帅哥是想分手 不敢分吧 有点有点 这个我平时 像今天这么多话 也不敢说吧 但是真不敢 不过说半天呢 我以为女孩有多强势呢 没有到就这么几下子 苏老师就把她搞得不堪一击 你觉得她强势吗 特别强势 那问你另外一个词 她强大吗 也比较强大 我观察有一个动作 这个女孩一上来的时候 在整个场当中 大概有两种动作转换 我来示范一下 其实这两个动作 大概也体现出了 两个你自己 一个自己呢 是抱着双臂 其实是一种保护和封闭 外表看到你的强势 就好像打架之前 男人先嗅嗅肌肉一样 希望这个能吓到别人 靠这个来扩张自己的身体 所以你更多表现出的强势 不是强大 是在保护自己 其实你非常爱他 但是你这种爱 吓到人家了 你想一想 你曾经生活的环境里面 受过什么样的伤 我不觉得完全是 你和男朋友的问题 你的家庭结构也会 让你有这样的问题 再问一下 从小你的家庭怎么样 我们家其实一直 我爸妈一直在做生意 很少管我 很少管你 爸妈爱你够不够 我有时候觉得他很偏心 就不怎么爱我 家里还有谁 还有个弟弟 爱弟弟更多于爱你对吗 也可以这么说 物质上面是挺够的 但是精神上面还是很健确 对吧 所以说你爱是匮乏的 如果你真的强大 我跟你说说 强大是什么 强大是内心不怕 强势是怕 就是细思底底 明明我们很清楚 它是有分手权利的 但是你不让人分手 所以这种是一种 内心脆衰 缺乏爱的一种表现 有的时候你越想要吧 你越得不到 你越生张生事吧 越能吓走人家 其实有的时候 你流流眼泪 或者失落一下 那个男朋友可能会更爱你 千万别说我就这样 经理学上你知道 我就这样什么意思吗 就说我变不了了 你这么年轻 就千万别对自己的现在 说我不要变了 而且还要向人更多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希望 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呢 多调整一下自己 你是需要爱的 你也需要爱别人 所以首先呢 告诉自己 我需要变化 我需要调整 好吧 谢谢 听到他们的故事之后 我第一感觉 确实是像这男孩子说 女孩子太强势了 我觉得你是 要把他拴在 自己的裤腰带上 我首先把你的公司卡给你没收 然后我管住你的经济来源 管住你的钱 这样实际是不行的 爱是要付出 不是缩取 你比如你要搬家 人家一个人在那忙活 你连动都不动 你跟你未来的婆婆 你如果头脑一发热 就怎么怎么了 是不是啊 就一下就甩开他的手了 我一下想起来 就是前一段 已经执行死刑了 那个摔死那婴儿 他在那个审判他的时候 他就说 当时我没想 我也头脑一热 我生气嘛 举起来孩子就摔了 那他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头脑发热 你就采取了一个 很不理智的行动 这是不行啊 尽管我也挺同情你 因为你受过伤害 但是你采取这个方法 你又来伤害别人 这个是不行的 反正我要是这男孩子的母亲 我挺心疼我儿子的 对于强势之人而言 身边的人会 走得越来越多 真正留下的 也没几个是真朋友 和真心对你好的人 但就剩下那 唯一的那么一两个 真心对你好的人 你为什么还要 那么强势的去对他 就为什么明明知道 因为自己的强势 一次次地被抛弃 眼前就这么一两个 知心人 你还要那样强势地去凌辱他 去对他不好 为什么 因为其实内心真正的自卑 害怕被抛弃 害怕被离开 所以要用强势的外表 来装表自己 还要动不动地用那句 我就是这个 难道真的要到四年楚歌的时候 身边一个人都胜不下的时候 又像现在这样痛哭流涕地去祈求别人 像你这样的人 大概是弄不清楚一个词语 叫尊重 你不懂什么叫尊重 所以你不知道如何去与人相处 人生就先一把秤 把自己称得太重 容易自大 把自己称得太轻了 又容易自卑 所以说往往强势的人 要么自大 要么有的时候就特别的脆弱 庄园里面有一匹马 有一匹驴 驴呢天天在那拉木 马天天在施料 马就天天嘲笑那驴 说你有什么本事 你只知道拉木 还蒙着个眼睛 转来转去 天天骂 天天嘲笑那驴 总有一天那驴 伤心地跑了 这个时候主人 把那匹马牵到木那 让他去拉那个木 马特别委屈地拉 他说我怎么可能拉木呢 我是匹马呀 我怎么可能是匹驴呢 但是拉着拉着 他感觉到其实驴真的不容易 驴每天在哪拉木 给主人做面 还要天天受着你的嘲笑和委屈 所以什么事只有你真正的干上了 你才知道 别人很不容易 不要把自己太当鬼事 太把别人不当鬼事 这就是尊重 网上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 说与人相处的四个原则 第一把别人当成自己 第二把自己当成别人 第三把别人当成别人 第四把自己当成自己 把别人当成自己 什么意思 互换角色 为对方考虑 想想别人的感受 第二把自己当成别人 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得失 不要觉得自己老是很牛 第三把自己当成自己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 自己就应该有自己的个性 不要妄自菲薄 把别人当成别人 别人就是别人 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 不光是爱需要平等 在生活当中也要学会尊重 这个我也要学习 你也要学习 可能尊重是每个人一生的话题 对 换你的角度 被尊重的前提是什么 你先尊重别人吗 我觉得被尊重的前提是自重吧 自己都听见自己的话 谁会看重你呢 为什么我们会听到 所谓的这种不平等 能够持强凌弱 是因为那个弱的 总是在修改自己的底线 而没有分寸 难道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女生一个人错了吗 为什么不早制止这些问题呢 你又可以选择自己离开 或者留下来的权利 但是有一点 你不能把所有的问题 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我自己觉得那样不公平 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比什么都重要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今天几个评委老师跟我说了 我也想了很多 我或许真的是脾气性格不好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 可能爱人的方式都不一样 有时候你平常都挺让着我 我很感激你 但是这一次的话 这婚礼无论如何都得跟我结 你就算我错了 我改还不行吗 我就是太爱你了 我才会这样 如果我不爱你的话 我干嘛这样子啊 我对别人这样吗 我觉得难得有这次机会 能够出去好好学习一下 我也不是拿着这个当做借口 我是觉得我们两个的性格 的确有很大的差异 我想也可以好好的冷静一下 我觉得还是需要好好的冷静一下 来吧 请亮灯吧 白说呀 来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求助的方式 你们俩先商量一下谁来使用这个方式 我来选择吧 变强势了啊 来看一下帮助的方式 第一请求现场观众帮助你 第二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第三是再一次的求教爱情导师 你的选择是 我不选 你不选你要 我是怕他等一下选是吗 怕他选 两位交换箱子吧 谢谢两位请回 来请关门 生活里面这样的事其实还挺多的 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我相信有智慧的观众能够解读得出来 二 一 请开门 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给他一次机会的 行好了啊 先结婚再出国啊 可以先领证 先领证行不行姑娘 来站过来 行 就逼婚吧 来吧站过来吧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图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的旅游代金券 来 你们喊开始 你们喊停 开始 停 配合 配合挺好吗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筒 有请 拿着戒指哈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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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虽然性格上面还是有点强势 但是我还是愿意给你这次机会 你给我自己一次机会 希望你 愿意 我以后会好好改的 我以后会好好改的 那时候挺喜欢他的 后来就慢慢开始追他 到最后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刚开始的时候 他对我挺好的 我也挺喜欢他的 可是一段时间以后 我发现越来越忍受不了他们那一些习惯 其实很多时候我就是跟他开玩笑 情侣之间开玩笑很正常 可是谁知道他脾气那么大 还跟我生气 到最后甚至跟我说分手 我真是特别不理解 我们俩已经分手了 可是他总来纠缠我 我觉得非常困扰 我希望他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相爱的两个人 女生提出分手 理由竟然是男生做的一些行为 让他不舒服 男生到底对他做了一些什么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郭23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李22岁来自天津 是一名业务员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的到来 愿意在这个现场 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不愿意 谈恋爱谈了多久了 半年多了 您在想分手是吧 对 原因是觉得他的一些行为和举止 让你受不了是吗 特别受不了 这不是正常人能理解的 他因为行为太怪异了 任何人都不能做出这样的行为来 我经常跟你开开玩笑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也是开玩笑吗 情理之间我痘痘疼 我觉得这很正常 一下店就跟我开玩笑 我真的受不了了 就我在家玩玩电脑 他突然间跑过来了 抽抽我的脸 你知道吗 当时我脸火烂了的疼 哪呢 哪是抽我 我就是看你可爱吗 所以说才轻轻地拍拍你脸 是这样拍的 你也是轻轻地拍吗 对 就是轻轻地拍 我就是看着长可爱吗 又红又肿的 那是拍吗 不是 你这说的太夸张了吧 这也 这都是小事 他就是故意存着口水 然后过来偷偷亲我 然后故意地往我脸上 弄好多的口水 又黏又臭的 我都受不了他了 太恶心了 现在想我的浑身 起雞皮疙瘩 这你说 我是作为他男朋友 我这不轻情很正常吗 你说 你轻我正常 但你也不能弄你脸口水 这只嘴里边 还没点口水啊 你说再说 咱有时候 咱说话说激动了 还整点痛心了是吧 但你也不能弄你脸口水 每次我吸一眼 我都 他们都洗下一层皮 我还觉得 你脸特别脏 特别恶心 哪有那么夸张 受不了他 这就是说明你喜欢他 对吧 对 我真的就是喜欢他 在你心里他最美 垂涎欲低忙 对 但是我不喜欢他这种方式啊 还有什么呀 他经常 就是 每个人肚子不舒服 想放屁 我还是可以理解的 他每次一想放屁 都蹭到我面前来 然后瞄准我 对着我放屁 不是 他怎么对准你啊 不是 这有什么呀 你说 不是 你是怎么对准他的 我特别好奇 我就蹲到他边上 完就 就放一个屁 你说这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呀 你是真的故意 在他身边放屁的 就是想逗他开心吗 你说 我俩这上一天班 都挺累了 回了家了 你说这也不想说话 就是整个屋子里边 都挺安静 挺无聊的 我这不就是想 整点动静 给他找点乐子吗 那是动静吗 那身边都是 有不继续 我就跟我们朋友 朋友之间 开玩笑也是正开玩笑 你跟你朋友 开玩笑 能跟你女朋友 开这种玩笑吗 你说管俩的 现在关系这么亲密 我觉得这很正常 我觉得能理解 那个老师受不了你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玩笑 那次就是 跟他开个玩笑之后 我完了就是 直接生气了 上来就扇了我两巴掌 开什么玩笑 你还好意思说 真的 这就开个玩笑 你就至于吗 你知道吗 我在我房间里的床头 废里 发现他的臭袜子 当时我拿出来 我的心情又臭又臭 我当然脸都累了 他一笑 伤得快地上打骨了 我真受不了 你什么行为 那个袜子是这么回事 就是当时我那个 往那床头缝里面 就塞了一双袜子 不是你是故意塞的 还是蜡那儿的 就是故意塞的 故意塞那儿干嘛呢 就想逗逗玩 我塞一双袜子 想着他应该就是能发现了 可是谁知道 他居然没发现 然后我就想 我袜子是不臭 还是咋回事 然后我就第二天 又塞了一双 他还没发现 然后就接着塞 接着塞 我就是想逗逗玩 每个人的耐受度不一样 你这个女朋友 他耐受不了这些 他总是这样跟我开玩笑 他总是说开玩笑 就冲他开了个玩笑 我实在理解不了 你所谓的开玩笑的方式 打了我两巴掌 直接还跟我说分手 反正就拎着东西 直接去朋友家住了 就分手了是吧 我就是还冲着道歉 你说他也不接受 这么过分的事 我还不跟他分手 我还等着什么呀 说分手今儿来这儿干嘛 他总是纠缠我 我上班的时候下楼 他在这等着我 然后我去上班 坐公交 他跟着我 每天像游灵一样 竟然还往我家里寄血书 然后还还说 什么血书 什么七种血 混合而成的血书 哪七种 笔血呀 直血呀 什么手指血呀 当时我都快吐了 太恶心了 我那就是用红墨水写的 就是想让那个 我们俩都倒分手了 他还跟我 还跟我开玩笑 想让他原谅我 你写的什么内容啊 就是跟他道歉啊 想让他回来了 他完全都不给我机会 你都这样 我还给你机会 都你们一封血书 都让我恶心到几点了 你想分手 对 特别想 你不想分 我不想分 你找个能跟你一起 开玩笑的女生多好啊 我就觉得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谈恋爱吗 初恋啊 对 因为我就是特别爱他 特别喜欢他 我就感觉 之前的对他那些方式 我觉得他能够开心 所以说 我就以前那样 对了 但你的快乐 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了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不喜欢 好好好 你不是第一次谈恋爱 是 你也是啊 对 难怪 今天都来到这儿嘛 我也知道 之前那些 可能那些方式 确实是你接受不了 那我就是 在以后的这儿 我慢慢改还不行吗 我不相信 你能改 我以前都说过了 你就是改不了 他要改了 你还要他吗 那不一定了 那就还是有会儿呗 来 四位老师 任务比较艰巨啊 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两个都是小孩 这个男生 说第一次谈恋爱 我特别相信啊 因为你知道 女人特别希望 自己的男朋友 把自己当成女人看待 女人和女的是两个概念 你是不是觉得 他就是一女的 但是没把他当成女人看 因为他所有开玩笑的方式 都是哥们之间的恶作剧 别的姑娘谈恋爱 人家都是香水味 玫瑰花的味 到她这儿 臭袜子 放屁 口水 说实话 如果我有这样的男朋友 我肯定受不了 就不论你人品多好 你多么善良可爱 我都受不了 因为谈恋爱 我认为谈的不光是人品 就是一种感官上的享受 你说你给我的所有的感官 都是恶心的 脏的 臭的 我跟你谈什么呀 男孩跟男孩之间的交往 跟男孩跟女孩之间的交往 是截然不同的 你得先了解女人 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然后你得想想 女人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你千万别一厢情愿的说 我觉得这事挺好玩的 她一定能开心 但问题是你的那种东西 人家很不开心 然后另外一点 我觉得这姑娘 其实你也挺小的 就是你的小在于什么呢 你镇不住她 我在想 如果这姑娘今天出场 不是说那种有点标着娃娃音 看你挺可爱的那种样 她可能不敢对你做这些恶作剧 我至今都没从你们身上找到谈恋爱的感觉 就像两个从小玩到大的小伙伴 可能初恋 确确实实都不懂爱情吧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来到这儿呢 先考虑考虑什么叫谈恋爱 别把对方只是当成是一个玩伴 这其实是对爱情的一种亵渎 小伙子 刚才你女朋友说的那些行为 你都承认存在 对吧 对 那我请问一下 你跟你其他的伙伴也同时经常这样 对 别人也这样 那么他们女朋友相处怎么样 也没什么事 他们跟女朋友相处也都这样吗 问过吗 没问过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 应该是这样 是你认为的是吧 再问问你的家庭 你爸爸妈妈跟你开玩笑 一般用什么方式开玩笑 也是类似这样的吗 不是这样 有没有一些觉得 别人不能接受的 然后你觉得很正常的行为 有 比如 就是像方毕这样的 我就觉得挺正常 谁开始的 我开始的 你开始的 对谁 宠我妈 妈妈什么反应 就是笑着拍我一下 觉得好玩是吧 是这样的 如果有些行为 在遇到别人不认可的时候 能够及时调整 这又符合客观行为 但如果你的行为 你有在否认的时候 你还调整不了 这是有问题的 我大概判断 你的想象力比较丰富 满脑子和各种各种的想法 是这样吧 经常会有古怪的想法 甚至现在还想着 你们俩的恩爱呢 虽然他已经不愿意 和你在一块了 是这样吧 这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的主观和客观 悬殊太多 你和你家庭当中 那些小的家庭文化 有的时候 它和社会的这个客观 文化是不相容的 可能和妈妈之间 你以个孩子方式 是没问题的 包括苏老师所说 跟同伙伴之间 可能也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跟他女朋友 或者再和其他人 这个可能就是有问题 但我希望你能够 意识到这个问题 如果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你认为我这样 就是可以的 然后把你世界的东西 强加给别人 那么你这是初恋 那么第二任 第三任 都得会出现的问题 都被你吓跑 所以你要及时调整 及时炫烟了吧 要不然 他真的就跑了 那个别的我都不说了 女孩呢 就根据自己的感觉 来进行判断 毕竟 刚刚半年的时间 我没看到你们俩 有彼此的深爱 所以说觉得合适 就再尝试一下 不合适 今早说散 就可以了 你们两个真是孩子 感觉好像是很小的事情 你像有些 这个女方看不惯男方 吃饭扁的嘴啊 看不惯她的衣服领子 窝一半啊 看不惯她那头发 永远是跟鸡窝似的 从被窝里钻出来的 其实这些都不是要命的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 她真是导致了 这个关系的解体 还真不能忽视 你要是遇到一个女孩子 特别欣赏你这些 觉得呦 她特别有意思 一会儿她出这么一个洋相 一会儿出那么洋相 特别欣赏你 那就对了 现在加加这个孩子 这个女孩子 她不欣赏你这些 人家第一次 第二次给你提出来 你还不绞紧 拿东北话说 你还不绞紧 然后你还有第三次 第四次 她肯定就要反感了 所以这个吧 我觉得虽然不是个大事 但是你一定要重视她 我现在感觉这个女孩子 她希望她的男友 是一个走高雅一点路线的 这么一个男友 她不欣赏你这个 你应该看清楚这一点 如果想走到一起 那你就得这些改掉 如果要是真是 心里有对方 因为这些小事沉了船 折了腰 我觉得挺可惜的 我们形容情人之间 叫情投意合 情人兄弟之间 才叫臭味相投 其实你们俩之间的问题 可以体现到一个 很多夫妻和恋人之间的 一个大问题 就是夫妻和恋人之间的 尺度和爱情的浓度 是否成正比 有些人认为 反正都熟了嘛 不刷牙 上了厕所 不冲马走 没关系 我们是亲人呢 难道你还嫌弃我吗 但其实 这种卫生尺度 礼仪尺度和爱情 不一定是成正比的 在前期的时候 可能是成正比 比如说 刚认识的时候 彼此之间 还有点尴尬 还要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 随着逐渐的认识 可以早上 不刷牙 跟你说话 可以有的时候 露出一些 不拘小斜的行为 但是一旦 过了对方的承受底线 超越了尊重的界限之后 就开始成反比 所以有些人 会非常的不解 夫妻之间 应该是亲密无间 难道你还嫌弃我吗 但有些人说 恰恰因为是夫妻 还要相处很多年 为了尊重彼此 应该有的礼仪之道 还是要有的 如果你爱他 你就要尊重他的卫生习惯 另外再说一个 次要的话题 喜欢在别人吃饭的时候 说恶心的话 喜欢在别人 特别恶心的事上 怕大肆渲染的人 内心很没有安全感 比如说你现在 分手之后 天天给他写血书 而且每天 纠缠不清 跟着他背后 这就是一种 不安全感的体现 你认为对方 应该不嫌弃自己 最难看最丑的时候 但其实恰恰相伴 能容忍你最丑陋的人 未必能够跟你过一辈子 尊重别人 这也是一种 爱的态度 剩下的时间 留给他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 黄金60秒 我还受不了你那些 那些所谓的 开玩笑的方式 我真的 真的无法理解 你那些方式 到底是为何 你要这样对我开玩笑 亲爱的 我错了 我知道 既然 做的那些方式不对 今天当这么多人的面 我真真地向你道歉 希望你能够回来 我真的害怕你以后 真的改不了你那些 开玩笑的方式 真的是太恶心了 任何人 正常的人都不愿意想到 那些跟你朋友 开玩笑的方式 就是受不了他那种 那种怪弊行为 起亮灯吧 就别人谈恋爱 都是鲜花 香水 巧克力 到你这儿是 口水 臭袜子 我担心他那箱子里面 全是臭袜子 还有一个帮助的方式 你们谁需要求助 你还是你 还是都不需要 我不需要 我需要 来看一下 我选A吧 求助现场观众 你要求助他们什么呢 之前那些方式 我知道也 现在知道错了 我改 然后还需要做哪些 才能让我的女朋友 再回到我的身边 问题好大啊 那你就把人点出来 我给你电话筒呗 问男生还是问女生 我帮你问 问男生 问什么男生 我帮你问 来来你站起来 这事有几件你是干过的 你告诉我 我都没干过 但是 干过比这更恶心的 没有 但是有类似的 就是 你看 有吗 就是我确实 刚开始谈恋爱 有那种 跟男生开玩笑 那种行为 但是 我女朋友说了 他不喜欢那样 但是我就是以后 特别会注意这些 你看他注意了 所以我劝这哥们 就是以后 因为你爱他 你就要为他去做改变 所以你 尽量还是把自己 缺点改掉 就是改成 你女朋友 心目中的那个人 我想对这个男生 说两句 就是可能你觉得 这个女生 不喜欢你的那些做法 你觉得你之间的 那些男生朋友 他都能接受 但是你要知道 他是一个女生 他平常交往的 那些朋友 都是一个非常干净 都是非常优雅的那种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那些作为 他怎么能接受呢 你是他的男朋友 也许他会稍微 就是说理解一下 但是不能太过 就是我男朋友 有的时候 他跟他的一些 就是男性朋友 也会开一些玩笑 但没有像你那样的 他有的时候 只是说一些话 但我觉得 我和女生之间 我从来不会说那些话 所以我会告诉他 他稍微好一点 就是他改 我也希望你 就是以后 在这一方面注意点 然后你也改一下 然后站在他那边想一下 兄弟 尺度 分寸 距离 程度 你都得注意 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没什么 也不要因此就认为 这就是一个不好的男生 想想他其他的层面 这都是可以改的 你不喜欢连续他就改了呢 不要轻易地去做一些决定和举动 就告诉你的 听明白了吗 嗯 来两位交款箱子吧 谢谢两位请回 来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对年轻人 这对年轻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他会改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图老师 一起进入到老图有话说 天天圈的网友幸福001提问 我和我的女朋友交往有大半年了 她是离过婚的女孩 比我大四岁 最近她的前夫跟她提出要复合 理由是为了四岁的孩子 因为这事她开始犹豫不决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挽回她 她的婚室我也告诉我的家人 家里人不反对 也支持我们 尊荣而智慧的家人 其实你们才是一家人 人家三口是一家人 不是一家人不禁一家门 上天天圈给我们留言 天天圈会为大家解决情感大问题 我们的节目是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的 休闲旅游找途牛 下载途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